哇這個經典中的經典 對 今天是經典特輯 為什麼呢 因為這一支是我選的 對 白水晶 白水晶 我先講一下我跟白水晶的淵源好了 這個大概在2012年到2021年之間 這個白水晶呢 我們當時在雅虎如果做一檔活動的話 一檔活動下來應該賣個200支到300支是沒問題的 2012 10年前了 10年前了 對那時候還沒有Joma Lone出現的時候 我的貴人還沒出現 那都是先靠這個白水晶跟紫水晶成長 就是寶格力的這幾個水晶系列 那當時因為我們比較貧窮一點跟現在一樣 就是比較捨不得 因為買進來就原包裝出去了 所以賣了這麼多支 但其實老實講我們從來沒有聞過這個味道 那直到了最近才有機會 再把這一支 當年為什麼經典可以賣個一次賣個兩三百支 來回味一下 那回味了之後 而且這個是不是也是當年的 對啊 因為它的效期到底 讓大家知道一下 對 2009年 2009 對 那那一個時期的香水用料 還有不管它的這個品質 絕對是比現在還要再更加紮實 對 淡香水好像淡香精一樣 對 淡香精好像香精一樣一樣 我們的 好 那你對白水晶有所認識嗎 說真的我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 因為我接觸香水就是從JOMA LONG開始 OK 所以前面的經濟是空白的 前面的都不知道 那你要知道 我在香水這個還算有點歷史 原老 對對對 還有一點不是原老 是還有一點點前面 JOMA LONG騰空出世之前 我還有一段 太阻急 記憶了 對 做急了 做急了 好 那紫水晶又名稱叫什麼 白水晶 紫水晶 不是紫水晶是紫色的 白水晶叫金側 金側 金側 我們符合它的那個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它的 平真 平身 好 這個應該是跟現在的版本 是是是 一樣的 對 那這一支是我特別 要拿出來跟大家講 為什麼 因為我大概上禮拜吧 有一天下班前 回家噴了一下 哇 那個 這個 心情愉快 加舒服 一整個晚上到睡覺前 都還帶著微笑入睡 哇怎麼這麼好的味道 難怪當年會賣到翻掉 而且它很漂亮耶 是啊 這個造型也是 那個時候相當的前衛特殊 不曉得它有沒有停產 因為後來都比較常看到黃水晶 對 應該是國外有 但是在國外其實價格 因為應該好像已經併到了 LV集團去了 所以它價格就沒有像以前那麼樣的 優惠這樣子 對 那麼漂亮 它往上提升了 對 所以嫁到有錢人家之後就不一樣了 那寶格麗它本身的那個地 就是地質 對 感覺都蠻不錯的 是是是 像它很有名的大吉嶺啦 對不對 這個男生的夜香啦 都是很知名的 好來我們趕快來噴一下 好 哇這個味道我真的非常喜歡 呦 我最先比白水晶更早接觸到其實是紫水晶 紫水晶我還之前有聞過 就非常喜歡 那沒想到聞了白水晶 哇兩個真的不分宣治 嗯 因為我朋友裡面 如果他們沒有就是接觸到這個沙龍香的 有在使用香水的 他們女生就還蠻喜歡寶格麗的這個水晶系列的香水的 很香耶 那這一支其實睡比較久了 那我建議大家就是在這個靜置比較久的香水 你要先讓它這個融合一下 所以先搖一搖 讓分子跟酒精可以混合 那酒精在噴出來之前可以 它是一個輔助器 我把它推送出來的時候可以讓那個味道 可以回到當初醒來的樣子喔 但是我已經聞到它的味道還是蠻正的耶 是啊 對 它的 哇 我來講一下 好 這一支 你先聞到了 給我的味道 你有沒有看過 以前十幾年前有一部電影 來前面 雖然很多人都 對啊 雖然很多人都以為 看了我們的影片 來這邊陪我一下 都以為豪哥是老闆 對不對 老闆豪 都以為他是老闆 對不對 因為我都是在背後出聲音 對啊 這是老闆 趕快來給大家看一下 沒關係 那 這個 十幾年前有一部電影叫做 The Holiday 當 不是 戀愛沒有假期 也有十幾年了 有那才超過十幾年了 戀愛沒有假期 不曉得大家有沒有看過這一部影片 有 如果有看過的 你後來回頭重看嗎 沒有欸 但我想要重看 之前就看過 就從它上映的時候就看了 對 是喔 我是後來才看的 真的喔 對 但後來也已經是十年前了 那我覺得那應該更久之前了 是 那個時候我特別喜歡 他的蹭底的音樂 那也就是我們的好萊塢音樂大師 Hans Zimmer 對 漢斯寂寞 我們還一起糾團去參加了他的演奏會 真的 很了三年 哇我跟你講 這一支香水就是讓我想到 戀愛沒有假期 他的那種氛圍 對 還蠻貼切的 對那你可不可以幫我們帶一下這故事 簡短的 只有一分鐘可以講 簡單 30秒 好30秒 他我只印印象啦 印象上就是兩個女生 他們在各自的生活 好像也遇到一些瓶頸 對 過得不是很開心 感情上也遇到一些挫折 不知道什麼原因 然後他們就交換了彼此的生活 就是到對方的家裡去住 去住宿 然後再去重新發展出 對他們新的對生活的一些 新的體驗 沒錯 那這個也是最早的 Airbnb的原型 就是沒有我自己亂講的 是學他們的 對 他很厲害 會這樣 我覺得當時這個 編劇應該叫Nancy Zima說是Nancy Nancy Myers 對 當時能夠在那個年代 想到這樣子的交換 創想 彼此重新過新的生活 我覺得這個構想很好 那我覺得這一支 白水晶 就有這種 在你的生活 遇到了一些瓶頸 一些卡關的時候 它會帶給你一個舒服 然後一點包容力 然後還有一點溫暖 給你這個支撐的力量 就是這一支白水晶的味道 非常的舒服 對 在你受挫的時候 包覆著你 讓你有勇氣繼續往前 所以我非常喜歡這一支 這種給你這種氛圍感 是是是 那如果有機會的話 你噴這一支白水晶 同時聽著我推薦 他的原生帶 Hans Zima 對 The Holiday 你去YouTube 都可以搜尋得到 那 他的主題曲是什麼 Mastro是不是 就是大師啦 而且他這部電影 好像在YouTube 其實現在是可以看得到 真的嗎 已經開放了就對了 整片都有 因為智慧財產權 超過十年就是公開的 對 我那時候在收集他的音樂的時候 是是是 看到 那 我覺得這一支 讓我直覺聯想 就是 當戀愛沒有假期的時候 對 對對對 好 那你知道 我們當天去看 Zima 漢斯寂寞大師這個演奏的時候 我眼淚掉了好幾次 那特別是 這個 戀愛沒有假期 這個 哇 那我眼淚直接掉下來 沒有是沒有 但是 因為我聽太多年了嘛 感恩 這個旋律我聽太多了 而且這一支也是 這一部電影也是我 開始追尋說 這到底是誰做的音樂 真的嗎 我才開始認識 那是漢斯寂寞的 對 有這個淵源在 對對對 所以這等於是我對他的一個紀念曲啊 什麼之前的什麼 什麼什麼什麼 什麼獅子王都還不是喔 那後來我會音樂 因為他的音樂而我去看電影 像是那個黑暗騎士 是是 黑暗騎士三部曲就是他的作品 原來我去 我是這樣子去看 我是因為 你講的他 是這個 還是吉姆爾這個 配樂大師之後 才知道說 喔原來以前看的這些電影 都是他的配樂 是 是反過來這樣子 真的 哇太厲害了 幾乎每一部都是 是 因為都是那種大片 大片 對啊 星際大戰啊 因為我們現在是在講香水還是 沒關係 因為有講這個 大家才會 我覺得音樂就跟香水一樣 是讓人可以聯繫起來 對不對 然後黑暗騎士啊 剛剛說的Holidays 還有很多耶 就是莫代武士 莫代武士 獅子王 但是我更愛獅子王 對大家有機會可以去聽一下 是 現在神力女超人啊 超人啊 也都是他 對 新的 所以這一個 讓我聯想到是 戀愛沒有假期的劇情 好 那你覺得這支 回到香調的部分來講 我覺得他就是 他是花香中帶一些果香的甜感 微微的 是 然後讓一個味道讓你很舒服的味道 然後我覺得他的味道是 你說的確是很符合這種 電影裡面給你的感覺 對 就是很放鬆舒服 然後又讓你有一種 戀愛感 對 重新戀愛了 有一種那種就是 對 讓你有那種 就是新的悸動的感覺 對 這支味道 是 滿厲害的 他也包含了心境的轉換 從你本來心境不是很好 但是轉到好 重新又站起來有戀愛的感覺 對 我覺得這一支真的扭轉局勢 非常好 有一種噴了好像也年輕了起來的感覺 對 有有有 那我特別喜歡他後來出來的一個 龍弦香還是色香 這個厚調絕對有色香的存在 對 那性感也迷人 好不好 好 那我們前調先留到這邊 待會再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後調有沒有什麼變化 好 然後待會給大家看他更前一代的評審 是 但其實我可以跟大家講 這個後調其實沒有什麼變化 就是這樣的味道一直持續 一直持續 但是我還是就是很喜歡 所以我們還是把它講一下後調 OK 好回頭見 拜拜 拜拜 好 好 這支直接給他改名了 對 如果是那個名稱的話應該 哇 會更滿 這個會爆炸 好 那這一支目前 回過頭來 在你身上怎麼呈 我覺得他後面的那個 柔和的彈幕跟那種色香的味道 再更多一些 前面的果比較淡一點的 花香也是 是 但的確跟前面不會差太多 就是但是他的 還是有啦 他還是有一些微微的變化 就是厚調的那個柔和感 他已經又在 花跟果的部分又再多走掉了一些嘛 所以他的厚調基調的部分是會更突出一點點 OK 那基調你聞到就是 木質色香 色香 然後彈香 OK 因為他是 就有點那種柔柔奶奶的那種感覺 對 就滿舒服的味道 是 那我覺得他這一支的色香 不曉得是 是透過哪一個 可能是 一個很特殊的木質香氣 把這個色香再推到了另外一個層級去 感覺 那應該就是彈香 彈香 因為色香 好歹我也聞了不少汁 大家也都看影片陸續都知道 我也很喜歡色香這個香材 但是那這一支我確定 絕對是色香 但是我不曉得 又有另外一個感 對 就在裡面對不對 所以即便是色香 他變化還是一樣風情萬種 OK 好來 那你覺得這一支 你會建議大家使用在什麼樣的時間點 這個 我覺得平常就可以使用 就沒有特別說 一定要白天或晚上 這個就是 可以當日常香 是 然後 就是那種很貼膚的香氣 但是不會讓人家覺得 就是你好像 很濃烈的味道 就淡淡的 然後有那種淡淡的清香 花香感 是 但是會太濃這樣子 OK 我覺得就是那種淡妝的感覺 如果是以女生來講的話 講得好 就是那種裸妝的感覺 是 但是又給你一種 有點氣質 但他對男生來說 我覺得也是可以的 就是男生女生其實都可以的一支 對 我覺得他雖然說是定在女鄉啊 但是男生噴音應該也是OK的 對 如果男生噴這支 我覺得他實在是太有程度了 對啊 而且因為他其實味道說真的 他沒有太擴響 嗯 他是一支就是那種很適合 戀人之間 我覺得就是 靠得很近的時候聞了一支香味 是 就是對男生跟女生來說 都很棒的一個味道 對 這個一個心跳間的距離 嗯 大概是這個範圍左右 好 那我會覺得適合使用的場合 應該是去住Airbnb的時候 在房間內的時候嗎 跟別人交換那個住宿的時候 對 那因為他是在電影裡面 所以一切是美好的 對 如果你去住到一個比較拍誰 這個要多噴一點 好 我覺得這支很適合 心情轉換的時候 它會給你一個力量 那 我覺得它也有帶著戀愛的感覺 感覺 你心情好的時候 哇 它會讓你好上加好 那心情不好的時候 它會給你包覆感 還有溫柔的力量 我覺得這兩種心情都可以用 這支一定會賣很好 是可以想像的 是 對啊 因為它的味道就是 男生女生都可以 然後也是 就是 你噴了人家 任何人都會覺得 你身上很好聞的一個味道 對 對 非常的吸引人 好 那再來我們來講一下 這一支的 前後有變化嗎 我覺得還是微微有一些啦 是 但是它就是會走很快 就像說我們剛剛 其實前到現在 可能大概半個小時而已 它就是後 應該就這樣一直維持下去了 對 它不會再有太大的變化 是 OK 好 那我們來說一下它的池香 池香還不錯耶 它是 我看它是蒜香精嗎 淡香水 對 但是我覺得它濃度聞起來 其實是有淡香精的感覺 是 對 那擴香它沒有太大 就像我們剛剛講 我覺得它是比較偏色香 那一調性 就是比較貼服感的 OK 好 所以池香你給它幾分 池香我覺得應該 8.8 8.8 好 擴散性呢 擴散性8.5 8.5 總分你給這支幾分 總分我會給它9.8 哇 很高 給9.8原因呢 因為以前大家可能就是我的既定印象可能就是 寶格力上葉香 可能就是花香這樣子 對 但沒有太多的其他的期望 但我覺得剛聞了之後我覺得跟有一些其實我們所謂的我們 後來聞到的很多的沙龍香的那種花香調的 對 其實 沒有 不輸耶 我覺得它的味道還是 就還蠻棒的 是 其實我們可能只是 因為它是 for 商業去販售的 所以會把它定調在商業上 但其實它還是一個很好的作品 是 對 好 那我直接給這支分數 我會給它10分 10分 整整10分 真的很好分 今天還沒有假期 就是這個味道 那 我很喜歡它 帶出來這個貼膚 非常柔和的色相 一直到晚上你都會 不斷的想要去聞它 嗯哼 然後到睡覺的時候 都還是帶著微笑入睡 自己一直聞自己這樣子 自己聞自己然後一直笑這樣 好 這是Key笑的前兆 好 那 我會給它很高的評價 那 非常謝謝你們今天 喜歡 一起跟我們回顧經典 對啊 好這一支 那給大家再看一下這個 對 更早之前的版本 好更早之前的版本 大家應該很多人 我都完全沒看過 因為它新的包裝就講這樣子 對 然後是後代的包裝 是是是 以前的你看 這是一個圓兵這樣 OK 嗯 很像 很像一個粉餅 對 對對對 好 讓大家參考一下前後代 那當然距離這一版 現在也距離現在大概十幾年前 也很久了 對啊 好喔 那還是要記得 嗯 世界上的好香水 還是非常的多 嗯 那當然我們的聽眾是 我們觀眾多半都是沙龍香嘛 對 沙龍香開始 對 那我們陸續也會參差一些 經典 當時 對我來說非常有記憶 嗯 也非常棒的作品 再繞回頭 再跟大家做一些介紹跟分享 對再慢慢一次介紹給大家 不要忘記 世界上除了Jomalong以外 還有很多的好香水 嗯 那非常謝謝 你今天帶來這支 跟我們介紹了 好 寶格麗的白水晶 好 金冊 下次見 拜拜